为何英国想租借香港100年,亲却只租99年,一年之差大有学问南京条约,中国在持续了2000多年落后的封建制度后,终于得以在清朝得以偿到恶果,不输进去,一直认为自己世界最强的清朝,在英国的尖船力炮打击之下开启了我国民,俗史上最悲惨的一段历史。 列强们也通过鸦片战争,看清了清朝实际就是个外强中干,能够被随意欺压的软柿子。 于是但凡稍微有点海军的国家,都会到清朝身上捞点好处。 从南京条约之后,香港就轮,为了英国在大清的第一块殖民地,不过当时双方在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却存在很大分歧。 清朝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们在谈判桌上,还是难得的强硬了一次。 这个强硬就是双方对香港的租借日期一直争执不下。 众所周知,英国对香港是有99年租期的,一直持续到1997年这个租期就结束了。 但当时英国想租的可是100年,那么为什么仅仅一年之差,双方就要为此争论不下呢? 要知道当时国际上关于殖民领土的普遍规定,是但凡被租借超过100年后这块土地,就和原来的所属国没关系了。 也就是说英国人误以为大清无人知道这个惯例就想先忽悠着千亿百年租期最后永久得到香港的主权,但清朝高层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昏庸。 连这个基本惯例都不懂最终清朝平值允许香港被出租99年而且,一副毫不让步的样子,英国看到忽悠不了清朝后也就无奈,他签署了99年的租约不过,无论是99年也好还是,9年也好对于我国来说依旧是奇耻大辱。